孔子 你以为他只是个会儒学的慈祥老爷爷吗 我们要以礼服人 以德服人 其实在春秋时期 孔子可是一位六边形 文理双修的战神大爷呀 开玩笑 你以为我手里拿的是赶面杖吗 啊哈哈哈哈 史记中记载 孔子身高九尺六寸 用汉尺换成过来 身高妥妥了两米多呀 在平均身高不足七尺的古代 对于孔子来说 前方就是一马平川 也难怪 有时候不是人家不理理 而是有可能人家根本就 没有看见你 不好意思 见谅见谅 看见他都能下跑 啊吃什么鬼呀 跑吧 有这么英俊潇洒的鬼吗 没见过世面 另外孔子他老人家 力气还贼大 能举起起起码 四百斤以上的城门门栓 跟之后 秦武王举的四百多斤的情顶 应该是不相上下 只不过秦武王举个顶吧 最后还把自己给打死了 唉 量力而行啊 年轻人冲动是魔鬼 对于文理双修的孔子 射箭和开车 也是相当的擅长 只要是孔子射箭 吃瓜群众就为了 里山城外山城 相当热闹 孔子射箭还有一大特点 唉 我不射停在窝里的鸟 那叫偷袭 很不地道 咱就得射飞着的鸟 看好了 这射移动靶 百发百中 很凡尔沙呀 现在的人是单手开法力 人家孔子那时候是单手开战车呀 并且在他63岁时 还能亲自给学生们展现 单手驾战车狂飙的快乐 心不兴奋 吃不刺激 那时 孔子最擅长的是以礼夫人 唉 听话就讲道理 不听话就讲物理 鲁国有个大父叫少镇毛 他心眼坏吧 还特别爱到处逼逼 虽然歪门邪说 根本无理可讲 孔子上任做鲁国巷后 不出七日 就直接来一顿物理输出 把少镇毛给杀了 还曝尸生日 这下各地都老实了 听你的都听你的 孔老师的规矩就是规矩 孔子更厉害的是 他还有三千弟子 如果穿越回春秋 遇到孔子和他的弟子 就直接跪吧 晋升战神天团 如果你问孔老夫子 圣人 你如此高大 是怎么长的呀 那还用说吗 吃好喝好 才能更好的物理输出 翻开论语 at提到吃就41次之多 可见孔老先生 对吃相当重视 吃不好 你怎么跟别人讲道理 讲物理那就更不行了呀 这么一说 我们也就理解了 也许每日三省无声的 真实含义是 今儿早上吃什么 今儿中午吃什么 今儿晚上吃什么 那到底吃什么呢 孔老先生最爱吃的就是肉 只要你拿着十条肉干来找我 我就教你成为六边形战士 为了吃到更多的肉干 孔子一口气收了3000个弟子 这下总算实现了吃肉自由 于是孔子爱吃肉也成了公开的秘密 春秋时期 有个叫杨货的人 在鲁国当权 他想找孔子去做官 就投其手号 往孔子家里送了一只香饭饭的烤乳猪 但孔子并不想给杨货当官 杨货这人可不是个好人 但这只烤乳猪我也很喜欢 于是他想了一个主意 他计划挑一个杨货不在家的时候 登门置信 就想着把这事滑水滑过去 结果是好巧不巧 在去杨货家的半路上遇到了杨货 这下就尴尬了 于是孔子被杨货抓去做官了 还好 最后杨货谋杀他老板失败后逃到了晋国 这样孔子才躲过了在他手下讨生活的尴尬局面 终于松了口气 今天吃肉庆祝家 孔子对待吃的态度也是很精致的 你这肉颜色不好看 不吃 行重新买 你这肉味道不对 不吃 行重新做 你这肉割得不方正 不吃 你来你来你来割一割 呵呵 你这肉没有配大酱啊 不吃 嗯 圣人饶了我吧 我们缘分已尽 拜拜 好难吃后的厨子 孔子对吃虽然很挑剔 但对喝却很好放 酒可以随便喝 只要你没喝倒 你就得接着喝 这搞得后世的酒 孔子们纷纷把孔子当作了偶像 东汉墨连 孔子的后代孔荣就跟草草吹牛 我家孔老夫子能成为圣人 那是能随便咔咔整一百杯啊 行吧 你说啥就是啥 反正孔荣让你我也是姓呢 嗯 到了明朝 我喝的醉 而是先得找好厕所吧 嗯 前面的快点 别耽误大意我喝酒 孔子晚年编著春秋时 记载了一个 为了一口王八汤而上命的故事 春秋时 公子宋对着公子龟生说道 诶 我的食指一动就会有好吃的 今儿肯定又有口福了 我的天哪 这么神奇吗 啊哈哈哈哈 突然 他们老板郑林公端出了一个大锅 里面煮着一只两百多斤的大王八 你们俩笑啥呢 说出来让大家开心开心呢 公子宋有一只吃货金手指 能感知美食 吃货金手指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得瑟的 得收拾一下公子宋的嚣张气 诶 有了 啊哈哈哈哈 大家来分汤吧 坑刺几下就轮到了公子宋 公子宋 诶 诶我看你的食指不好使啊 我不给你汤喝 没有口福了吧 公子宋很生气 把手伸进了汤里 蘸了汤汁尝了味道 然后走了 诶你别走什么意思 这下郑林公可相当没面子 想要杀了公子宋 逆边公子宋也气啊 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也想杀了郑林公 大哥 为了一口王八汤 你至于吗 一个吃货吃不到食物的痛 你是不懂的 诶 于是这两位先下手为强 成功干掉了郑林公 所以不要用吃这事来激怒一个吃货 否则后果不会太好 孔老先生的故事告诉我们 要吃好喝好 而且要爱护好每一个吃货哟 啊哈哈哈哈